时间有没有加班呢 下一条消息 南京劳动监察支队 8天长假一共接到了77个投诉电话 其中有72个都跟加班费有关 这个数字跟去年长假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 继续新法定 这个长假前4天属于国家法定假日 如果加班 幼儿单位必须支付三倍加班工资 至少每天182块一毛 而后4天加班 幼儿单位可以选择支付双倍加班工资 或者节后不休 如果你8天全在加班 那么至少可以拿到1214元的加班工资 有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律下加班的话 要顺得劳动者本人或者公会的同意 放口安排劳动者加班 虽然法律赋予员工自愿加班的权利 但监察人员表示 从街道的电话来看 被迫加班的不在少数 因此对加班费的咨询电话不少 不过光是咨询 监察人员并不能为您讨回加班费 只有直接投诉才可能要回应有的权益 监察人员表示 过去劳动者打来电话多时咨询不敢投诉 今年想要投诉的劳动者大幅度上升 电话咨询单中表达投诉意愿的占部分是65 那么劳动者对自己的法定权益普遍还是比较关心的 十一期间 加班费必须在10月份工资支付的时候兑现 而补修可以在长假后6个月内兑现 考虑到大多数的单位一般在15号左右发工资 关于加班费的第一波投诉高峰会在15号左右到来 需要投诉的劳动者必须带上本人的身份证 亲自到位于南京水西门大街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监察窗口 江苏陈氏频道为你报道 每到假期总有加班和加班费的投诉 我觉得作为劳动监察部门 坐在办公室里边接听电话投诉 这个渠道非常重要 但是在劫后能够抽查 能够暗访这恐怕更重要 尤其是比方讲一些建筑工地 那个餐馆 洗车店 保安公司 这些我看都可以成为重点抽查和暗访的主要区域 只有对违规行为进行从众的处罚了 大家才能没有顾忌的去维权 另外刚才报道里边讲 敢于较真儿的维权人数略有上升 我看这是个好现象